市長你怎麼看 衛生局針對聯誼的變革 現在是不是也被指沒有配套 有淚死基層醫護嗎 因為現在前市長的婦人陳佩琪 現在他宣布九月請辭 但卻說是因為很多變革人力沒有上到位 導致他們已經累到不息 這部份市長你的了解是什麼 好 衛生局有跟我回報 首先我們對於任何一個人 他的生涯指頭的規劃 我們都完全尊重而且可以祝福 那衛生局跟聯醫所規劃的院外門診 其實在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都有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能夠持續推動相關公衛的業務 而且執行包括醫療分級等等這樣的作業 簡單來講就是一家就診 聯合服務這樣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聯合醫院院門診 他是過去衛生所的一個延伸 遍布在台北市的社會行政區 所以我們都是包括衛生局 每一年都編列近兩億的預算 甚至有相關的鼓勵機制 所以站在市民的角度 對於衛生局 應該要對聯醫院門診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包括人力的調配 還有包括也必須要推動相關的業務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都希望聯醫能夠對於服務的精神 服務的時間要能夠具體的落實 來滿足市民的期待 當然更重要我們一定對於基層的醫護人員表達 非常的敬佩以及感謝 像昨天會參加國際護師節的表揚 對於所有152位基幼 而且辛苦堅守梗位的護理師和醫護人員 謝謝他們在基層為市民的服務 市長因為目前好像關鍵點是很多 比如說篩檢或抽選的業務 他們說院外門診要去向總院院區來請求支援 他說這東西有可能把能力直接編在門診 就是院外門診的那一塊嗎 等於說因為他說他們如果支援不到 而且他們很多人受不了 像澤佩琪自己說他因此去考了一大堆的什麼證照 什麼這東西有本去補足嗎 衛生局這邊當然都會聆聽我們所有醫護人員 他們的意見我們都會持續的來檢視 但最重要我們希望能夠發揮過去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就是在台北市簡單講就是一家就診聯合服務的概念 讓市民朋友他能夠就近得到相關醫療的照顧 然後發揮我們聯合醫院這樣子的功能 所以在細節執行上面 我們其實每年編兩億的預算 也有相關的獎勵機制 當然在服務的品質時間 還有服務的精神 我們都希望能夠具體落實 不過市長因為陳佩琪說他不願施展 騙數要業績 您怎麼看 會不會逼得基層必須這麼做 我想最重要我剛剛談到 其實在整個制度的設計上面 他是過去衛生所這樣的延伸 所以也是執行相關的公共衛生的業務 我們最重要就是希望能夠秉持這樣的精神 那把這樣的機制做到最好 市長目前周刊報導說總統府可能在520前會特赦成隨便 那您自己的態度比律師立長來看會贊成 特赦他牽涉的層面非常的廣 不管是相關法律規定的適用 行責的免除 甚至包括不法所責 是否要如何是否還給被特赦人等等 所以這個部分社會高度的關注 總統應該要審慎思考 周小平議員去檢舉國泰市場說是第四案 那您自己怎麼來看這個第四案 然後也會來北市府也會來查 如果市場的改建 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那其實他在前市府就已經完成了規劃 發包以及執行 那大家會關心當時的整個決策過程是否有問題 那這一切都可以接受民眾的檢驗 接受議會的監督 所以我們的態度就是如果有任何問題 我們就依照目前階由的機制 該調查我們會調查 但現在市府最重要的是要即刻解決市場改建 當務之急 也就是批發市場他是公共事業 我們必須要趕快來穩定 大台北地區包括魚貨還有蔬果的供應 我想這個是以市民權為最優先考量 這樣怎麼看 柯建民剛剛施言說 民視野戰大兵正式為老兵 雖然剛剛賀建民已經道歉了 會不會覺得面對這樣的不幸 民進黨還在持續的政治操作 在政治跟人性之間 我們已經是選擇人性 所以這樣的話 對於花蓮的災民情何以堪 我想地震所帶來的悲劇 不應該用政治語言來消費 市長怎麼看 市長怎麼看 民眾對於秘密外交的質疑 立法委員基於職責來提出 政府機關就應該以事實來清楚地對外說明 外界對於五二里之間上任的新內閣團隊 有非常高的期待 所以不管是接下來新政府團隊要面對 最近一直發生的警戒問題 還有包括台北市我們許多重大的建設 居民等了超過50年的社長開發 我們都非常期待新內閣應該要能夠 提查民意盡快積極地回應民眾的心聲 市長這個精華城案就是說 柯文長要透過兩份賺錢 直接交辦都發局來放乾東西 那昨天都發局長好像也判斷認為是不一樣 所以接下來政府團會想要這一塊嗎 精華城這個案子 因為大家也知道很早之前 一開始先經過監察院的糾正 恢復到合計560 然後後來這個線又再增加 2230到840 今年初監察院又再次糾正 認為在相關事務局上面是重大為師 所以我們也即刻地要求政府進行調查 那精華城這個案子 檢調其實也已經來收取相關的資料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是全力的配合 我們立場再次重申 也只有還原事實跟真相 才能清楚地向外界說明 所以同樣地進行調查 我們也希望不往路走 有問題就依法徹查 沒有問題也應該要還給當選擇 但是這個前監委 一個流姓的前監委的据證 是不是還是有暗中協助 監察院的調查當然 這就不在我們相關政縫先調查的範圍之內 那只要檢調有需要 我們該提供的資料我們就會提供 前一天在這個台積光專案報告當中 有講到說這個台積光的一些資料好像有缺少 那確定是被這個柯文哲前市府拿走了嗎 我想關於台積光這個案子 因為檢調都已經啟動調查 我們就全力配合 當然我們都維持一貫的立場 而且非常堅定 就是要釐清事實調查真相 那也應該要留給檢調 他們有一個充分辦案的空間 盡快的將真相 向外界做清楚的說明 那您了解是哪些資料被拿走的 因為已經啟動了檢調 因為台積光案其實很早我們政風 就已經進行調查 也配合檢調 所以現在進行偵辦 我想這部分我相信 檢察官一定會 徹查到底 然後換雲正相 我們剛說台積光昨天的這個會議是缺席 那後續怎麼處理 昨天的會議有 張覆密有即刻跟我回報 也就是台積光公司 並沒有派員而出席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會依照 我們發給台積光公司的韓文內容 來繼續後面相關處理的程序 那另一方面 我們在4月8號就已經發文 終止專案合約 所以接下來我們從4月8號起 後就會依照公版費率1761來支付 資訊局也已經即刻的來進行相關 被人方案的部件 但最重要的就是治安 絕對不容許有任何死角 我們維護治安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考量 那因為資訊局長他說 台積光上市資訊局的大巨蛋 那市場會覺得說 好像客市府好像留下很多 就是為包贊給你 我們意思就是一上任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我想很多大家外界關心的議題 我們即刻來解決 包括像北流的爭議工程 像我們第一時間即刻跟廠商聯繫 趕快停止每個月要支付80多萬的利息 另外我們趕快用澱付款的方式先適應 然後今年也得到議會同一篇的預算 所以很多我們就是面對馬上解決 那些外界包括議會質疑的這幾個案子 我們同樣我們必須要釐清事實 調查清楚 有問題就依法徹查 沒有問題會讓人請辦 所以正峰針對這幾個案子 我們都要求已經啟動調查 今天請進來 下次再見